打籃球賺獎金的時候到了 9月7號今天下午都到底城市爭霸站 在星光3月A11四樓的X Plaza 獎金等你拿 當天可以到場邊的小攤挑戰小遊戲 讓你有機會免費吃免費喝 還有精彩的表演賽台灣飛人陳信安 也會到現場與球迷見面喔 你還可以參加最刺激的SYM四分球大賽 如果你贏的話就可以把這台Jets帶回家 我一定會參加的 所以不要跟我搶 更重要的是來現場呢 幫我們所有的城市球隊加油看精彩的比賽 不管了我先去錄影了 如果你沒有辦法來現場的話 還可以看我們的網路直播喔 掰掰 除了鬥到底城市大隊大決賽之外呢 還有美國隊對希臘隊的比賽 在晚上8點半要打 那美國隊真的可以過希臘隊這一關嗎 美國隊在驅逐比賽的時候呢 就差一點翻船輸給了土耳其 而且在這個驅逐比賽裡面證明了幾件事情 第一就是美國隊進區的人手不足 以及身高不夠的一個問題 在碰到土耳其的時候 土耳其頻頻攻打進區 在進區的得分比美國隊多得了12分之多 所以看起來沒有大前鋒 而且中鋒看起來也只有Miles Turner 真的是一個serviceable中鋒的情況之下呢 看起來到複賽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面臨更大的挑戰 那更重要的是 今天要碰到第一場比賽的對手呢 就是希臘隊 上一次美國隊在世界盃輸球的時候是誰啊 喔 2006年輸誰 就是輸給希臘隊啊 所以冤家陸宅 看起來美國隊是難逃12年輸一次的厄運嗎 還是16年輸一年的厄運 因為今年的希臘隊是有備而來 在這麼多年的國際比賽裡面呢 沒有一次 美國的球隊要碰到NBA的MVP 可能也是在今年世界盃裡面的MVP 那就是Yanis under the combo Yanis在進區攪獲 美國隊真的可以有任何人擋得住嗎 我個人認為困難度非常的高 再加上呢 希臘隊的另外一個中鋒 這個POP YANIS 他也是一個七尺一吋的中鋒 所以光是POP YANIS平均9.5分 跟6.3個籃板搭配著Yanis 15.5分 還有7.3個籃板 在這樣子的對戰裡面 美國隊要先想辦法 把希臘隊的進區的攻勢給抵擋住 那如果他們用包夾或協防的方式呢 那該怎麼辦 希臘隊是不好惹的 希臘隊的大前鋒的幾個球員 比如說像Prestasis 還有Papatu 他們兩個人呢 基本上都在206公分左右 他們兩個光是體型來看 就比美國隊的進區體型要好一些 更重要的是 他們這兩個人 是希臘隊的主力射手 在三分投射來看呢 前面的三場 這個群組比賽裡面的時候 他們一個人投10中7 另外一個人投12中5 一個41%的命中率 另外一個是70%的三分球命中率 這代表著Papa Petru 以及Prentissus 這兩個人 是你不能離開去包夾的 那美國隊該何去何從呢 他這種壓迫式的防守 以及讓對方命中率下降 形成籃板 然後形成快攻的攻擊模式 打小球的陣容 如果對希臘隊有穩定的傳球 跟共輸的運作 再搭配有可怕的外圍投射 更重要的是 可能有美國隊無解的進區攻勢 所以看起來 這場希臘隊美國的比賽 應該是一場五五波的比賽 美國隊會過關嗎 我認為機率還是高一點 因為以美國隊這種 個人單打獨鬥的球風 可是如果希臘隊 守一個非常龐大的區域防守 這真是Papa Petru的球隊 可以去贏解的一個問題嗎 上一場比賽 美國隊碰到日本隊 可怕的三分球命中率 那是在一個非常消極 體型不夠的 沒有壓迫性的區域防守之下 所取得的高命中率 可是我認為 希臘隊的區域防守 或是丁人的防守 應該會比這樣子的防守的層級 完全高上另外一層樓 這個也會讓美國隊的三分攻勢 可能沒有對日本隊來的這麼的高 所以整體來看 這個五五波的比賽 什麼時候會揭曉勝負呢 就是在我們城市三對三打完以後 你如果看11 Sports的話 你就會知道 美國對希臘誰勝誰負了 我個人認為 美國隊可能險勝 不過希臘隊 絕對是五五波 所有這麼多年來的世界杯的比賽 沒有一次 美國隊的陣容 是這麼的不給人具有信心的 又到了各位觀眾最喜歡 而小氣的我呢 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就是 是正講的時間到了 你要知道 你現在到我們下面留言 寫出你最支持的城市球隊 隊的人我們就抽出一位觀眾 送你這一顆 鬥到底Spauling特製的籃球 記得趕快留言